台湾敦睦军舰燃疫调查案 国防部昨天表示 今天起将每天开记者会说明进度 立委表示目前有两个焦点 一个是发烧通报为何没落实 第二个是连检小组把关不足 外长吴钊燮今天受访时强调 外交部支持国军 我们绝对支持国军 他们的演讯 如果需要跟我们外交部这边做一些配合的话 我们外交部绝对配合 我再说一次 我们支持国军 调查还是照进度来走 我不认为国防部有必要每天开记者会 因为一次讲清楚 比每天放一点点讯息 或部分讯息要更好 现在焦点一个是通报 一个是连检小组 但是我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连检小组 也不公平 连检的时间只有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 要检验700多个看错的资料 来得及来不及 经过最后的清查之后 三个建家才总共八例的发烧 那到底支队长他知道几例 支队长本身少将颁布的作业要点 除了每日健康表要回报建制部以外 在这次疫情期间 特别讲发烧要回报 另外六例子怎么可以不回报 因为那回报进来 我说这是两道手的第一道手 如果回报回来 我们大概就知道船上有这样的人数发烧 那靠港之后的休假方式 或者是否要先集中隔离 大概处理方式会有所不同 支队长昨天说发烧五例 尊重医官的判断通报了一例 不过舰队指挥官的资料显示 发烧通报数字是零 因此后续还需要比对查证 王定宇则有疑惑 每天下午照规则汇报的数字 有包括牙痛 嘔吐 晕船 腹痛 发烧为何是这样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